大家好啊,我们接着听这几位聊啊,我觉得聊得非常有意义,信息量非常大。 哎呀,搞普选制容易丢江山,国民党那不就是个例子,所以说他更不会搞普选啊,香港都不让搞,比如说大陆了,本来香港他没说不让搞,当时温家宝说,给了个时间表,为啥香港人老追这个时间表,因为这是温家宝说的话,这不是他们所谓的港独分子说的话,但是老温已经不干了, 现在一看又整了几个法,老温的那个,他也就是那么一句话嘛,现在属于法律,门都没有啊,香港都搞不成,别说大陆了。 老林医生先生,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见过选票,我也比你小的老太多,小个十岁八岁吧,那个时候你见过选票,但是现在吧,他不能那么选了,他这为了维稳,这么选容易出问题,他基本上就是在人大, 政协里边选,也是经过选举,但这个选举,普通老百姓,你也就接触不到了,他已经把你代表了,这样来说,政府那个,他能实现他的平衡国度,人家当权者,一党制,人家是怎么稳,怎么来,不能把自己给玩倒了, 我就这么个东西,但是老百姓嘛,你像老陈这样来,他就不找你事儿,你像嗷嗷叫吧,最多封个号,你要行动试试,到大厦游行,马上就 中国政府在法律框架内是换届的,而且是多少年选一次,政府层面,党的层面不是,是开党代会, 中国这个国情,我不说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他这个换届,你指望像,这个那种完全颠覆性换届,他也会连人,但是如果换届的话,人家是颠覆性换届,像美国这些政府,上一届,连个毛也看不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文岳女士在这方面,人家是绝对是在乎优势的,你们没有优势, 这种不好就要被喝啥,这是清的,如果是,这是只是说了几句话,如果有行动的话,更麻烦,就是这么个事儿了。 哎呀,那几位老先生,我刚才给手机打开,纯粹瞎鸡不乱喊,你喊得有个毛球用,那个资本的一个国家,人家老百姓不满,他们就,那个,到中期,或者说是,到换届的时候,给他撵走就完了,你现在就撵不走,你瞎鸡不乱喊有个毛用, 所以说,都学学老庄老陈,你看看人家是咋混的,别急把乱喊了,你再喊,你这啥也改变不了,文岳是占着优势的,你们他妈傻蛋,我说,你喊着喊着,人家可能不一定想害你们,你们自己就把自己害了,文岳咋喊都没事,你们喊着喊着就要倒霉,尤其老黎明先生,他说他喝了多少回茶了,他他说了,我不知道他喝不喝。 我觉得时政军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是说,就是好像,很多就是对现实不满的,对这个国家不满,或者啥的,得度什么,或者是地富反外右,或者是国军的后代,什么什么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呦,因为他也恨嘛,然后他得给自己找个理由,一听人家别人都说,啊,为什么,原来你这么恨这个地方,是因为你是国军的后代,或者你是地富反外右的后代,然后就都往这上蹭呗,不管是不是, 是地主的后代,他也说他家是地主,然后呢,有的都还可年轻了,也是说,人家管他叫狗仔,什么地主崽子,你说地主崽子,这话都多少年前,都没有的,对不对,那,然后呢,自己年龄不大,也成了地主崽子了,哎呀,也往这上都靠了,然后因此呢,来说明,啊,因为我是被迫害的那个地主的后代,所以我恨,可有意思,哎呀,啥人都有。 其实吧,纵观国际,咱们对比着说好,不是说着说,怎么又跑题了,就是说美国这国家,它是最大的邪恶,就是说,它允许百姓拿选票,选总统,那我们打天下坐江山,哪轮着你百姓是投票了,那我们打的,是不是,我们抢的,跟你们啥关系,该动地动地去,该经商经商去,不行,经商不行,中国是历来是重农逆商, 是不刚才我说的吗,你卖点薯药都给你扔了,是吧,卖点大米都给你没收,卖点红薯给你没收,它不允许经商,哎,他们不允许经商,啊。 美国还有一个最大的邪恶,就是说,还允许百姓上街那个游行去,还写到法律上,你这这邪恶,是不是,那影响社会治安不,啊,影响安定团结不,影响这个,那个,那个,社会稳定不,影响四个坚持不,影响两个,两个伟大不。 人家不坏,你教人家坏,最后你把人教坏了,你还说人家坏,天下有这道理,真是笑话,你把人教坏了,人肯定坏你,什么叫欺师灭祖啊,你也会啊,你当年不就这么干吗,是吧,当爹子把你养大了,最后你就弄一件事,把爹子打一边去了,得踢一边去,最后你就想当爹,人家也会,你教会了徒弟,师父就倒霉,就这么简单。 老师爷,我跟你这么说吧,假设啊,我就打比方玩的,你就说今天下午就可以大选了,共产党还剩,保证是,我可以说,群统基础太强大了。 你让你投,假设啊,你不投共产党,让你投个党,你投谁,你都没有打个头,你投老陈算了,老陈有个屁,这群里玩来个200人都没有,哎呀,没得办法哟,蹲着吧。 所以玩时政群啊,就是玩个乐呵,然后你见识一下,就是不同的人啊,因为现实生活中可能,像我吧,就属于,相对来说,生活的圈子比较小嘛,都是基本上同一类人, 然后你在微信群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就跟看电视剧啊,看电影一样,哎呀,就是乐呵乐呵,笑一笑, 然后他跟看电视剧,看电影不一样,就是你可以亲自参与一下,哎呀,如果有时间了,可以进来聊一聊,就这么回事,是吧,真的不能太当真,太当真了,太把自己当根冲啊,哎呀,真的,我要是,我要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又是为了民族大义,哎呀,他觉得真是扯,哈哈。 如果现在还有一个人,在现在说话,用地负反坏右,来划分我们的民众,用什么国民党的后代,来划分这个人群,我觉得他就是邪恶的,不管他是地位多高,不管他是干啥的,最起码他的认识,可以说是极其的低下,文革结束都四五十年了, 还有文革的语言,咱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这个地负反坏右啊,这地主啊,已经从这个取消了,国家都不承认了,你一个草民,你就是再牛逼,挣钱再多,你再大的官,你也打过中央决议起啊,是不是,你就是什么知识分子,当个什么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你能违反这个国家的决议了吗,国家都从这上给废除了,从法治层面都 废除了,谁还提那个呀,一开始刚进市政圈的时候啊,还觉得,哎呀,还真很多东西,真相信呀,后来看一看哪是那么回事啊,真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在提什么地负反坏右,什么国君后代,我觉得不是坏就是蠢,脑残,一级脑残,都不是一级脑残,是超级脑残,文乐就是这种超级大脑残,啥年乐了,还提这个呀,不觉得有点过时吗,不觉得有点脑残吗,不觉得有点恶心吗 是啊,行行色色,它跟天地之间就是行行色色,有高的,矮的,胖的,是吧,有粗的,有扁的,有圆的,什么人都有,对吧,什么事都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对吧 有的还从西方借来主义,发达自己呢,那怕啥,你可以从东方借兵啊,你可以去朝鲜借五十万大捐,只要你支付得起费用,对吧 你也可以建立一个东方什么主义思想,什么张思想,李思想,牛的狠啊,你家可以,是吧,当成王公贵族 你也可以给自己杜撰,说自己的爹,是什么一个小金人,趴在你妈身上,就给你弄出来了,是吧 对,很简单嘛,这不用什么人教,也不用什么一点一滴,慢慢琢磨,嘿嘿,来了 欢迎,那个西方的自媒体和报刊,不是政府办的,它是那个民间办的,属于那个政府不允许办这种东西 所以说,它那种比较有名的,消息可靠的那种大新闻机构,它的消息都是审核的,因为它是考虑它的经济效益 它如果说的话,脑出问题的话,它也就不好说,好多消息都是从小报刊出来的,就跟那个中国那个地摊报上,当那烂七八糟的,那种东西西方多了事了 但是群里边好多人都是从那里边获取的消息,那看来也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真的 但是那种东西他们也生存不了,也可能都倒闭了 实际圈里边嘛,有一种,它就是一种,特别矛盾,特别悖论啊,你说它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吧,但是它搞总不是歧视 它歧视黑人啦,或者说它歧视穆斯林啦,然后穆斯林,极端分子做出一些事,它把它涵盖到整个的穆斯林身上 然后拉仇恨,还有一个就是骂中国人,就是中国人都是,那个四九不是说的什么支那什么什么,他就说这些 哎呀,我就觉得,你不是追求平等,博爱嘛,对不对,你追求这些好的东西,干嘛你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歧视啊 你像那美国那个佛罗伊德那个事件啊,那明明就是那个警察,做得太不地道了啊,哎,还有人美化那个警察,因为啥,因为他跪的是一个黑人 哎呀,我都觉得你们这些,要彰显你们正义的人,你们怎么能这种,这种价值观呢 所以就是他特别的矛盾 他啥,他就是跟美国政府站在一边,哎,就美国政府,他跟美国警察站在一边 这时候他也不说他同情弱者了,在中国他就说,要同情弱者,怎么怎么样 哎,所以说 哎,我一个,这一点我有话说,我就是那个警察,他执行公务 嗯,那个没啥,那个黑人就是在犯罪,他只是在制止犯罪 所以说,这个黑明贵,他们是在夸大事实 结果把那警察害了,现在弄了二三级谋杀都成立,把赵斯里管 就说这个案子要重审,现在面临着巨大的种族压力,不知道他妈怎么弄 啊,这老几现在在看守所蹲着呢,开就玩就,美国也没有什么看守所 美国真的有美国的好处,美国强大,美国航母强大 你说的话,你想跟我干吗,哎,你就跟我干,你想跟我对着干吗,就揍你,哎,不管谁,伊拉克怎么样 跟伊朗脸儿对着干,干了十来年,七不年儿了,这要怎么着,说我没钱了,我想那怎么 我说的那个地附反坏佑只是当时那个名词啊,我可不把人家那些人当成地附反坏佑啊 当时那地主,也不是说所有的地主都是坏的,对不对,他也是抗牢 我们有公民权吧,我们叫什么公民啊,我们叫批名,知道吗 还公民啊,他们说我们公民就公民了,我们有公民权嘛 连这个讲话都要受限制,所有的强的,能能见识人,什么的,能斗人 而且话又说过来了,当年的所谓的地附反坏佑的那些子女 人家后来,一旦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人家正要能够做得风生垂起,人家正要能够实现自我,是吧 至于你,那也有一部分可能不行吧,对不对,你包括就是什么所谓的红二代啊,啥玩的 他也有,人家能力出众的,人家混得不错的,也有那就混得就一般般的,一样的,是吧 早就监控了,他们监控咱们全国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左派,是右派,是中派 是反正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每个人我们的说话他都监控 他监控我们所有的人 他们设立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监控,那么一个机构呢 花了很大的成本,为啥中国过不好啊 他把那钱用在这上头了,有人说他维稳费超过的军费嘛 养了两支半军队,有人说他现在咱们中国这个军费是八千亿 说维稳费用一万二千亿,究竟准不准我,我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我没考察过 哎呀那都是瞎他妈监控和屁用,都是一些散民拥用 真正有组织的,他们有一种地下结构,他们不通过互联网 你就有这种组织了,只不过他们不公开露面 就像过去共产党那种地下党一样,有点像表面上看像传销组织 这东西他会赶在微信上联系,他不麻烦了,凉锅端了 这是谁喊谁老名,咱们的微信是谁管谁老名 皮尔诺,我刚听你说,那个,我是觉得是啥吧 我觉得他还是过度了,他,那你,他就算,啊嘛 那他们有的人说,啊,那他就是个吸毒犯,他曾经犯过什么什么罪 但他当时的那个罪,不当死,对不对,你给他跪死 是吧,而且当时他的母亲啊,在旁边叫吧 那他自己也叫,他说啊,我无法呼吸,无法呼吸 所以说我觉得他那个确实是太过分了 而且你看就那个美国那个警察对待黑人 很多这方面的视频啊,他真的,确实是不平的 同样的人啊,他遇到的是黑人,他那个执法的力度和,和那个对待白人 他真不一样,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有缺陷 马先生,现在是启蒙也好,通过我们这么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努力 根本是白打,这个国家我告诉你,换不起民,换不起的民众 这种多的事,跟他讲都没用,这有一个最好的方式 教个一帮强盗,知道吗?打他家里,砸他家里,打完了以后 这个警察又不管,打三次好了,他就决醒了,就明白了 现在讲什么都没用,像我们这好人呢,讲到底了 我们不是用暴力的倾向去干什么 我们要有非暴力的行为,对吧?出事社会进步 对吗?国家改良,民众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不想达到哪一派 皮尔洛说得对,谁有极其造反的那个意向的,谁得网上说呀 是否咱们在网上说的,咱们都没那个心 说咱们去起义去,谁他妈起义他妈得网上公开说呀 说我要起义了他妈,哪有那么傻呀 我他妈傻我也不那么干 真正他妈想起义的人他妈不严育 人家在背后组织,是否在网上说话的那个都没有那个心 但是他把这个说话的那些人当成敌人 这帮狗东西他妈的脑残 我觉得他们他也是一群脑残的,谁说他们这高层他聪明呢 我他真不这么认为 说中央这帮人都不是凡人啊,那都是聪明人的 狗蛋,未必,肉食者比 我们不是在那个奥克兰那看场球赛吗 然后出来以后他那个地方,奥克兰那个地方好像是不是黑人比较多呀 就聚集的,哎呀人特别多 哎我看他们那警察是挺凶的 当然你也不能说他不凶啊,不凶有时候还震不住人啊 他们对待那个黑人的那个态度和对待白人真不一样 这个黑人这个事已经定案了,就不说了 现在还有一个中国老人被黑人打死 现在成不投案了,这个是故意杀害,没啥说的 我也没看到这怎么审美,美国的司法很长 现在美国有点怕黑人,那黑人真出来审他们还有点怕当成种子主义 前两天华人不是上街了,力度不大,不像黑人那力度非常大 无法呼吸还能叫出来,我无法呼吸还能叫出来 是吧,还能叫出来,就很多证明就是什么 就是做局呗,就跟什么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 把人勾引到树林里边,然后干完事了啊 有了那个东西,有了那液体了,你看有,有证据 最后人家怎么,攀一年徒刑,回到美国,直接解禁,继续服役 现在我也看不到中国的希望 真的,中国目前是没有希望 中国没有希望,它就没有发展 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下滑 国际形势急转直向,恶劣了 这都是他们造的孽啊 这都是他们造的孽啊 他妈搞好的时候,百姓没分着利益 搞砸的时候,百姓会承担痛苦和灾难 这就是专制国家的特点 搞好了,政绩是他们的,好处也被他们捞了 搞砸了,就让这十四亿人闭锅 还有什么武萨运动,背后叶一赶枪,往军警冲,往军警冲 然后在背后人群没有朝天,当当放几枪 结果军警不知道,是不是容易开枪了 于是就开枪了,前面学生就被枪杀了 哎,然后这个军警掐杀,我手无寸里结伤 大刀反动军警,做局做套的事太多了 有人啊,今天还在这做局做套 哎呦,真是真是的啊,真是可笑 为啥专制这个东西,他对权力这么重视,这么视权如命啊 他现在就觉得,反正我要是掌入这个权力,搞出,跑出来都我能捞走 搞砸了,让百姓背锅 他不像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似的,他搞砸了 他两个人他得自己承担责任 那川普不又那谈劾了吗 你问问咱们中国这些贪官的污吏 哪个遭过谈劾呀,谁 七十年来谁带过谈劾呀 除非把他抓起来,没有遭谈劾的 美国就可以谈劾总统,像训孙子一样 中国你训主席试试 毛主席还活着,你敢训他吗 毛泽东死了,是不是 华国锋干两千,你敢训华国锋吗 华国锋死了,那个他妈什么那个 杨善坤,杨善坤你敢训杨善坤吗 你敢谈劾杨善坤吗 后来那个江泽民,后来那个胡锦涛 现在中国那个,我不说了,是吧 哎呀,反正这个黑人这个群体 真的挺,也是个挺悲催的一个群体吧 你说早年被贩卖在那 然后你看那个就是美国那个电影 被解救的江哥里面,他有一个镜头 就那个白人拿这个黑人的头盖骨 就是这个黑人的脑子里面 他就一个地方,他就是管服从的 也就是说这个黑人,其实他是非常顺从的 就是你们做奴隶这个命嘛 然后那江哥他不就说,他说他自己 他说我是万里挑一还是千里挑一 我记不住他那个名词,他就说我就不做那个训 那种训服的人,他不是就起来反抗吗 我对中国这个社会是这样看的 近期没有希望 中期有点希望 远期很有希望 近期是一点希望没有 我们所做的都是 可以说是无用功,其实也是有用功 就像搞科学研究似的,可能研究前几十年不出成果 出成果在后几十年 前七年也是一个积淀 虽然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似乎没见到什么成效 脑材也很多 也没唤醒 但是我觉得呢 他还是起了一个思想启蒙的作用 思想启蒙它是比较慢的 你不能指望说今天我一说 明天大伙都觉悟了 那不可能 他们已经进行了七十年洗脑了 我们才用几十年啊 但是这四十年改革开放还是使许多人开了巧 也开阔了眼睛 这个作用也是很大的 最起码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明白人吧 有些个吧 在四五十年前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马丁路德金之前 黑人是非常顺从的 那个就是之后 然后等于说有了这个运动以后 慢慢慢慢它随着这个发展 开始有了这种反抗 然后好像暴力 所以说你要是看黑人的那个历史 你总觉得这个黑人真的挺可怜的 他们混到今天这个样子 让大部分人都看着他们 他们就是打砸抢的群体 他们就是懒惰的群体 实际上还不完全是那样 反正我看就是在那个 美国总督简史里面介绍的那个黑人 他不同的黑人群体 他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他有一部分那个自由黑人 他那个黑人里面不是有一部分是当奴隶的 还有一部分是那种 属于很早就成为自由民 这一部分群体的黑人是非常聪明的 然后曾经嘛也是一百多年前嘛 然后有一个那个美国一个黑人社区嘛 都是黑人精英嘛 他搞的那个金融做的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那你想想在美国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白人也不允许你黑人做大呀 然后动用飞机啊 把他这个群体整个把这个社区 这个城市整个都插平了 这都是后来就过了多少年 这不是前些年才有一个纪录片出来嘛 说也是就跟咱好像说是为那个文革啊 翻案啊什么的 有一场那样的运动 反正我看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就觉得呀 真的黑人挺可怜的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把黑人引进来国家 你也搞一个啊 你也搞一个黑人名贵啊 是吧 你也说黑人也是买进来的 是吧 一个月一年给个十万二十万 你也可以这么办 没问题 最后最后你的警察贵人 也可以说那个黑人多可怜 没问题 这只是实践官员 问题不大 可以干 美国黑人过了禅 对不对 人家美国黑人能够当总统 是不是啊 那中国那麽的 中国的那麽人过了幸福 怎么不选一个才选上去啊 不选上去做一个总统啊 哎呀别说美国什麽种族歧视了 现在有种族歧视吗 美国 这不是瞎掰嘛 你一个警察在有执法的当中 对不对 他是根据什麽警察条例 根据法律的条例来执行公务 对不对 可能有国家行为 那难道中国警察没有吗 他也愿他的行为规范 执法规范 偏一点的人没有啊 多的是 你就没看见 中国警察没有到你家门口 把天里门进来 知道吗 其实美国的黑人 咱们这麽说 他刚去的时候 是命运很悲惨 地位很低 从法律上也没有地位 后来一点一点改善 现在他们可以说是 有很大的改善了 其实咱们这麽说 他黑人本身 他这个素质是差 但是不能说他素质差 我们就不把他当人带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那个 那个怎么说 你的不足 像这种懒惰呀 不不遵守法律呀 因为他们在非洲生活的时候 他们没有法律概念 到美国一个法律的国家 他可能不适应 现在很多国家不都抵制黑人吗 他们确实是素质 不遵守这个当地国家的法律 他到中国不也那样 他值得同行 但是也有些地方 不能说我全都赞成他们的这些做法 哎呀山川河流 把人们隔开不同的种群 不同肤色的人群隔开 你非要说你黑不垃圾 你进的这个白人堆里的 白人非得到那黑不垃圾人群堆里 肯定会发生矛盾啊 那油和那个烧热的油和水 肯定会发生矛盾啊 硫酸和水 你往硫酸里倒硫酸不炸 嘿你真是的 有的时候 那些个学校的那些个知识 真是不起作用啊 到现在了还是还在调和调和 水和硫酸是不是能够调和 美国黑人过了惨个毛 美国现在这个班子那个 国防部长又是个黑人 你到美国 黑人捞了你都打了他 打完还没事 美国黑人现在黑老大了 谁说黑人过来惨 现在黄州人过来最惨 反正我就知道一个老太太 被一个老黑给干掉了 而且他俩都不认识 这绝对是谋杀 都没啥事 这就是事实 我说的这个是事实 前两天美国亚裔不是上街了 选老黑也去抗议去了 这个也是事实 现在回去了 也不了老子 闹得不狠 亚裔不行 其实黑人现在在美国人也不少了 他那个 百分之二十那个样子 美国现在三亿人也几千万了 加上美国会不会变黑 现在也不知道 南非是变黑了 那些民动们天天歌送了美国 马上就变成大号的南非了 不要在悲伤中活着 该玩玩该吃吃就行了 想那么多干啥 你看到那个黑人干掉华裔 那还有好多真的白人也打华裔 那不是前一段也有个视频 一个白人打那个美国 就华裔老太太 老太太也可厉害 然后给他也打了满脸是血 打华裔活该 华人不打人家 那你可不是吃亏吗 是吧 人家揍你 你也揍他 最后不就互赔吗 你把他打上了 你赔钱 他把我打上了赔钱 你咋呀 你不是体质不行吗 你让人灌你一拳 你就骨头碎了 你灌他一拳 是吧 你也把他骨头灌碎了 然后你就上院桥吧 是吧 坐牢认了 是吧 你给咱们华人 给这个是吧 汉人 提点气啊 你别老在这儿 叭叭叭啊 这有什么意思 下手 带人干去 现在广州的黑人区 白天 就不说了 我就说我自己 我也不敢说别人 白天嘛 我在那边晃过 以前 我就是去看老黑去了 他们说老黑多 我就看了看 为什么白天去 因为我晚上不敢去 我还是个男人 如果一个女人 晚上跑到老黑的区 后果嘛 我也不说了 反正大家都想嘛 萌得很老黑 哼哼 惹不起 黑命贵 你要说发生在美国 关于黑人的故事 咱们就说一些真相啊 还有说一些事儿 不是特别清楚 这里边迷雾重重 那咱们中国人 绝大多都是对黑人的影响 咱们身边就有黑人 北京有很多呀 各个大学里有很多 还有五大 有三大呀 是吧 山东大学对黑人就非常好嘛 还给他们配每个都配几个女伴 黑人用他们自己在中国的表现 给咱们制造了印象 呃 这个 你去问问 问问一般的中国人 看看 黑人还是留学生多一些 对 华人不打 华人不行啊 打他妈都不行 你就得打 靠他妈教育哪儿行啊 靠自己哪儿行啊 就得滚棒 拿滚棒削他 另外平尔诺你说就是 美国的那个上方有一些黑人精英 那肯定有 人家那个黑人里面 他就是有一部分精英 他这个精英绝大部分 都是当初很早的时候的 那个自由民 就是有精英 但他绝大部分 就是那奴隶的后代 现在确实不行 一个他们智商不行 自理能力啊 各方面都不行 再一个呢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一个国家出台的政策 哈 他这个政策 如果要是有偏差的话 也会养一些懒人呀 或者什么 当然他现在老发有那种视频 就是说 中国姑娘被黑人 泡了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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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天上当 什么 就生了孩子还不管 还扔在飞车大草原了 这个 实际上是有点这个 过火了 骗鸡了 就说中国姑娘一定要 这黑人他也没钱没烦 他就是留学生的身份 这个 中国这个姑娘 西伯利亚追这黑人姑娘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 这应该不存在 这种现象 不说内容 我看那个尼克松 那个回忆录里面啊 他曾经就提到了 就当时 那个他的前任 约翰逊那个总统嘛 他不是搞了一个 美国伟大社会 那个计划嘛 他就初衷特别好啊 就说 整个这个福利要偏向 那个弱势群体嘛 但是他这个政策 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呢 他出现了一些偏差 他就出现了一些 一些什么呢 让一些黑人家庭呢 反倒他这个父亲呢 不负责任了 因为他如果是 比如说他是单亲母亲 然后带着孩子 他可能福利就高 他这样的一 他这样一来呢 就让很多人 哎我这单亲母亲 我反而给他们福利高 那他很多人 他就离开了 就是他这个父亲 就离开这个家庭了 其实在之前 包括我们看的 汤姆叔叔 小窝儿啥的 黑人是非常非常重视家庭的 但是之后 慢慢慢慢 他们反倒给人感觉 他是不重视家庭 他中国姑娘 你北京上海的 或者城市的 咱们就是乡村 他也知道 中国人整体这样 你要搞了一个 你们家姑娘 要搞了一个白人小伙子 欧美小伙子 家里都欢天喜地 跟街坊也可以说 是吧 说我姑娘搞了一个英国青年 怎么着怎么着 一般人吧 反而还是作为一种 光彩的事去说 你姑娘搞了一个黑人 你爸 你家里没脸见人 你的亲戚朋友 你父母都没脸见人 都不敢说 你敢跟邻居说吗 我姑娘搞了一个黑人 好着呢 这黑人小伙子 勤劳勇好善良 黑了把劲好着呢 你看美国总组简史那本书里面 他提到的就是 原来我们都想了 意大利人多么多么的浪漫 怎么怎么样 好像在外面风发血液也好 但是其实意大利人他也不一样 就北方和南方的人也不一样 就南方的意大利人 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家庭 然后他注入那个血缘的联系 还有就是黑人 他提到的黑人也是非常有家庭观念的 但是之后你看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 反而出现了很多就是不负责任的一些黑人家庭 美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一点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 没什么意思 只要和黑人上过床的中国女人 余律不要 余律不让她结婚 或者说什么 尤其是生了孩子的黄种女人 余律不让她跟男人接触 你试试 他还是一个人嫁黑人 还以嫁黑人为荣 对吧 你既然跟人上了床了 你就去非洲 你就去就省了 你就是他的一部分 他就是你的一部分 对吧 二人不可分割 对吧 你别回来让人扔了 你还得找中国再嫁一个 再生一个什么黑不黑白不白的混血 你直接到那边混去就行了 没问题 对吧 我们不主张什么暴力 但是呢 你这做错了 你就承担后果就行了 既然你跟黑人上床 你永远就是他的人 你别回来了 对吧 没不存在说中国姑娘 她的智商那么差 一定要追着黑的家了 这个问题给夸张了 给夸张了 只不过呢 大学是存在 大学存在 它是官方啊 武汉 武大也好 山大也好 他为了大学排名 排名他有一些指标 就是说 你有多少国际学生 欧美小伙儿 谁来你这 不是欧美 就是日韩他谁来你这 这不独 是咱们天朝 你就是在俄罗斯最好的大学 比如说莫斯科大学 假如有一个欧美小伙儿 各方面都很一般条件 你看在他身边 会踪着一百个俄罗斯 金发遍的功能 踪着他 公邦伺候 打 那华龙老师北海打 一直打到现在 也打不起 就起来反抗啊 打 其实他这个人性啊 他在人类里边 他都是这样的 你那个 你政策如果一旦出现 就是偏差 他肯定也会 就出一些问题 你就说你比如说 日本吧 他很文明 对吧 那曾经呢 就说是 日本也是出台那种 免费的医疗 所有都免费 免费住院 免费啥 那日本大妈也住在医院 也不走 后来好像说 日本他就调整这个政策了 他不这样干了 因为人性啊 他其实 大部分情况下 他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 在莫斯科 在俄罗斯 一流大学里 欧美的小伙儿 白人小伙儿 纯粹白人小伙儿 都有一百个 莫斯科姑娘 去送了他 谁能 你你你 条件咱们 比如咱们天朝 他会降低很低的条件 当然他愿意 把自己的价值观 推广到世界 想欧美小伙儿来 更好啊 小伙儿姑娘来 那么日韩来也行啊 人家还是不大愿意来的 很难招取到 那黑人就来了 黑人 我还一个什么呢 东南亚的 马来西亚印尼的 柬埔寨的 孟加拉的 怎么没有这种福利群体啊 现在中国人坏得很 是吧 农村的